歡迎收看Abby Oh My God 大家看Beautag都知道今集是一個Melbourne的cafe 其實我每天起床之後 一定要喝一杯咖啡才出門上班 我每天都一定會喝兩至三杯咖啡才夠 否則就會覺得個人好像有些事情還沒做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人都會像我這樣 這次就會分成上下兩集 分享8間我們去過的cafe 先戴著頭盔 我們接下來這幾間cafe的評分 是根據它的食物和咖啡好不好之餘 最重要是我們吃完覺得開心不開心 以及覺得值不值得 所以這東西是很個人後味 而價錢這個因素是排到最後最後的 好了事不宜遲 大家專心看影片啦 Woohoo 這間咖啡店其實是我們上次去Fistroy的weekend market之前去的 除了Fistroy這間分店之外 它還有另外其他分店 它的咖啡豆是自己炒的 除了咖啡之外 其實它有一杯挺特別的signature drink 就是叫做bubble coffee 就是一個咖啡珍珠配一個cold brew base的飲品 而它的菜單上的主菜和甜品都是全日供應的 而它的餐牌也很體貼地提供不同食物敏感的選項 例如nut free gluten free vegetarian 或者vegan 我們分別叫做兩碟主菜 一個小食 以及兩杯咖啡 一杯就是它的杯Piccolo 然後這個就是我叫的Yet Long Black 它這裡的咖啡很特別 平時出去的就是已經加了熱水 但是呢 這裡它就給了一杯熱水 然後你就自己加到你想要的濃度 我現在就加 嘩好熱 嘩好熱啊 這樣的上菜速度也挺快的 我們大約等了十分鐘左右 那些食物就到了 這一個就是其中一個主菜 Puccini Nest 我們安西加了一份煙肉 另外我們就叫了一個eggs and relish 其實它是sour dough 蛋和紅菜頭的醬 做一個開胃的小食 而這一個就是Pulata Chips 其實它就是用了意大利的粟米粉做成的薯條 簡單搭了抹茶的海鹽 和黑蒜的蛋黃醬 雖然我說了這麼多 但是整體來說 我們也不是說很介紹這間cafe 一來它的咖啡沖得不太好喝 二來它的食物雖然好吃 但是我覺得有點貴 綜合這兩樣東西 我們推價指數只有三隻鴨 大家可以來試一下它的食物 但是我覺得咖啡就不要浪費錢喝了 接下來介紹的這間cafe 它本身可以被人坐下來喝咖啡之外 同時也是一個炒豆的工場 這間cafe 在Melbourne只有一間分店 不過它在韓國也有分店 這間餐廳也是自己炒豆 它有出自己的怪爾包 咖啡豆 以及咖啡的capsule 而它收銀旁邊也有一個櫥窗 放著不同的paste 例如panda chocolate croissant 和donut 我們來排名 一杯espresso 和一杯long black 我們都習慣喝咖啡之前 用它給的匙羹攪拌 讓表面的油脂 不會影響我們之後品嘗咖啡的風味 你繼續說一下 你對這杯咖啡有什麼評價 你看一下 我覺得它有點Over了 可能因為太忙 然後有點濕 因為這是EV來的 但是就 很糟糕 很Over 還有一點青 可能因為她現在的牆壞 應該也有很多人 人可能有點忙 沖得不太好 對 所以星期日 還是不要太早出去喝咖啡 還有星期日的咖啡店會 收10%的服務 所以如果比較窮困的人 就不要星期日來喝咖啡 選星期一至五 溫馨提示 因為如果有些 餐廳都會有家日 要買食物就很多錢了 好 到我喝了我一杯Long Black 我喝了後就有股膠味 有股不太好的味道 你最不喜歡香港的Long Black 熱水會過熱 導致有些膠味出現 但其實我現在這杯入得厚 不過就是不知為何聞它 就是膠味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 我不會剃你的樣子 不會出鏡 現在就是你最以下的部份出鏡 哈哈 我用了Essaly的Long Black 它很骯髒的 它很骯髒 所以現在整個口都很粗 很濃 你說的膠味是應該有些不好的味道 我都有點濃 你趕完之後 很骯髒的 如果我拿到沖的時候 它會有幾個碎碎到很多不好的食物 活著 經過性感經過特別處理 那我們先喝咖啡 待會見 雖然我們說到這杯咖啡很難喝 但其實之後我們再去 它的咖啡也有水準 所以其實我們都會推介大家 再來喝咖啡 所以壓比的推介指數 是有四顆星的 我自己就很喜歡它的落地大玻璃 整個環境都很舒服 而且它沒有其他咖啡那麼吵 而且我覺得店員也很友善 問它問題 它也會很用心地解答你 而且這間是一間Pet Friendly的咖啡 你坐在這裡喝咖啡的時候 偶爾也會看到有主人 帶他們的小狗來買咖啡 好了 接下來要介紹第三間咖啡店 這間咖啡店在整個MELBIN 有十幾間分店 它的咖啡師也很有來頭 其中有兩位分別拿了 2022年的世界咖啡師比賽冠軍 以及2023年的世界咖啡師比賽第三名 我們去的這間分店 是位於一棟商業大廈的樓下 所以它除了有基本的Lunch Menu之外 還有一些Grab and Go的三文治 以及一些小甜品 我們就點了一杯Expresso 一個Long Black 和一個黑森林的Lamondon 試試看 我們吃完蛋糕之後 覺得它無論味道和質感方面都做得很好 而咖啡方面也不錯 無所謂的膠味 以及出到咖啡豆應該要有的風味 這裡的咖啡豆都是它們自己控陪的 所以我們喝過覺得咖啡好喝 臨時就選了一包Gorlombia的咖啡豆回家 我會推介它的咖啡和咖啡豆 所以推介指數是有三隻鴨 接下來介紹的這間Coffee Shop 推介指數是有五隻鴨 首先要說一說 Auntie Pix其實是Proud Mary這間咖啡店的姐妹店 Proud Mary是在美國的一間咖啡店 而且會自己炒豆 所以Auntie Pix是用著 Proud Mary的咖啡豆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推介這間Coffee Shop呢 一來咖啡是好喝 二來就是我們覺得這間店很堅持做好咖啡的體驗 因為通常一般Coffee Shop 只會在你叫手沖咖啡的時候 才會給你紋粉 我們當天就叫了兩款Expresso 它也有給我們紋粉 而值得一提的是 在Proud Mary的咖啡豆分了三個不同的類別 有Mild、Curious和Wild 如果像我們這樣 喜歡Fruity的咖啡 就可以選Curious或者Wild 好了 現在看看我們對這裡的咖啡有什麼評價 如果以後我寫的Mexpresso 我都會選 喔 大肥基金 這幾天的正好 OK 好了 今集的分享差不多了 記得記得了第二集 記得啟點 記得記得按下留言 記得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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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旁邊的小鐘 記得下次見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